你就像那一发火 熊熊火焰 温暖了我 你就像那一发火 熊熊火火 照亮了我 如今不舍老哥依旧耳熟能想 口口相传 当年他凭借冬天里的一发火 登上春晚舞台 一时间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那个曾经一头大卷发 跳着火热的舞蹈 唱着火热歌谣的 一米九的大高个儿 是一代人心中永远不可替代的偶像 今天图图给大家说一说男神费翔 费翔1960年出生于中国台湾 父亲费伟德是弟弟道道美国人 毕业于耶鲁大学中文系 母亲名叫比利纳 哈尔滨人 1978年继承了父母优点的费翔 不仅外形优异 而且品学兼优 高中毕业后考入著名的斯坦福大学 攻读的最王牌的医学专业 但是入学一年费翔就意识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 在与父母严肃商量后 他转入戏剧系 之后又考入纽约戏剧学院 1981年费翔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 回到台湾被张爱佳挖掘 出演11个女人进入演艺圈 1982年费翔加入EMI唱片 推出专辑《榴莲》 获得金唱片奖 1985年费翔离开EMI 加入保丽金推出《埋藏过去》专辑 那时候的费翔到底有多火 1986年先后发布了五张专辑 跨越四海的歌声《四海一新》等 每张都轻松突破百万大关 一年时间 他在国内城市共举办65场演唱会 场场饱满 同年费翔将部分全国巡回演唱会收入 卷献给了第11届北京亚运会 1987年 台湾歌坛风头正盛的时候 陪伴母亲回到了大陆 以台湾第一回大陆歌手的身份 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连唱《故乡的云》 冬天里的《一把火》 两首歌 一夜红遍全国 观众记住了他蓝色的眼睛 和帅气的形象 也记住了他夸张动感的舞蹈 同样 春晚结束虽然在内地火了 费翔却被台湾封杀了14年 原本发行的歌曲也被临时叫停 直到2000年才重返台湾演出 费翔初恋叶倩文 当时费翔22岁 叶倩文21岁 相似的背景和观念很快成恋人 是众人眼里看起来很般配的一对 成为当事人们热议的谈资 但是非常遗憾 这段恋情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当时费翔妈妈 认为儿子太早恋爱 会有爱前程影响发展 费翔是个大孝子 所以这段恋情很快画上了句号 另一段恋情是杨岚 杨岚早年间在美国金秀学习时 认识了当时 以冬天里的《一把火》 而爆红的费翔 当时还是少女的杨岚 对费翔十分痴迷 两人因此渐渐交流增多 费翔从小生活在美国 对美国的环境十分熟悉 常常帮杨岚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两人便擦除了爱情的火花 不过这段甜蜜的感情 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两人长时间地相处 令杨岚心目中渐渐丧失了 对于费翔这一偶像的崇拜感 这让杨岚意识到 原来她对费翔的感情 并不是真正的爱情 仅仅只是对于偶像的崇拜之情 回归朋友关系 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在一次采访中 费翔说出至今未会原因 不想被条条框框束缚 婚姻靠缘分 很多事情是靠缘分了 她该来的时候就会来 还有我并不是特别赞成 人一定要按照一个 固定的模式 对或者是一个时间表 比如说我到了什么年龄 就必须要做哪些事情 这个记录别说前无古人 也应该是后无来者了 费翔是国内第一公开 与艾滋病患者拥抱的艺人 多少人因为那个拥抱 重新认识了艾滋病 2008年 汶川地震募捐晚会上 费翔捐款80多万美元 成为文艺界捐款数目最多的艺人 直到现在 费翔依然享受着单身的状态 偏偏君子丝毫没有油腻感 出道几十年 身上几乎没有负面评价 眼神中的深情成澈 一如当初 有人说看到费翔才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身世 图图今天就说到这里 你还想知道哪些明星传奇故事 欢迎评论区留言写出他们的名字 请不吝点赞订阅